葛令公生浅弄猪儿 当时五霸舒庄王不但强梁压上邦 多少青长阴女色绝英一世已无双 话说春秋时出国有个庄王 姓米名吕是五霸中一霸 那庄王曾大宴群臣于寝殿 美人俱逝 偶然风吹逐灭 有一人从暗中前美人之一 美人扯断了他戏观的英索 诉语庄王 要他查明治罪 庄王想到 酒后疏狂 人人常态 我岂为一女子上做人罪过 识人笑戏 清闲好色 岂不可耻 于是初令约 今日饮酒甚乐 在座不绝英者不欢 避及逐智 满座的观音都解 竟不知 竟不知 调戏美人的是哪一个 后来进处交战 庄王为进兵所困 渐渐危急 忽有一将杀入重围 救出庄王 庄王得托 问 救我者为谁 那将俯服在地道 臣乃昔日 绝英之人也 蒙吾王隐蔽 不加罪责 臣尽愿以死报恩 庄王大喜 道 寡人若听美人之言 击丧我一员猛将矣 后来大败进兵 诸侯都叛尽归楚 好为一代之霸 忧失为正 美人空字绝观英 岂为峨眉施虎臣 莫怪京香多霸气 离山戏火 是何人 世人度量狭窄 心术刻薄 还要搜他人的隐过 显自己的精明 莫说犯出不适来 他肯轻饶了你 这般人一生有怨无恩 但有缓急 也没人与他分忧替力了 像楚庄王嫩般 气人小过 承起大业 真乃英雄举动 古今含有 说话的 难道真的没有第二个了 看官 我再说一个与你听 你倒是哪一朝人物 却是唐末五代时人 哪五代 梁唐进汉州 世明五代 梁乃朱温 唐乃李存旭 晋乃石敬堂 汉乃刘之远 周乃郭威 方才要说的 正是梁朝中一员虎将 姓葛明周 生来胸襟海阔 质量山高 力敌万夫 身经百战 他原是盲荡山中 同朱温 起手做事的 后来朱温 受了唐善 做了大梁皇帝 封葛州中书令 兼领 节度使之旨 镇守 远州 这远州 与河北 逼近 河北便是 后唐 李克用地面 所以梁太祖 特着亲信的 大臣镇守 谭崖山东 虎视那河北 河北人 仰他的威名 传出个口号来 道是 山东一条葛 无事莫辽波 从此人都称为 葛令公 手下雄兵十万 战将如云 字不必说 其中单表一人 父姓身徒 明太 似水人士 身长七尺 相貌堂堂 轮得好刀 射得好剑 先前未曾遭记 只在葛令公帐下 做个亲军 后来 葛令公在 赠山打围 深徒泰射到一路 当有三班教师 前来争夺 深徒泰 只身独臂 打赢了三班教师 首提死路 到令公面前告罪 令公见他胆勇 并不计较 倒有心抬举他 此日 教场言武 夸他公马赢负贤 不他做个余后 随身听用 一应军情大事 好生重托 他为这家贫 畏曲 只在 府听耳房内 期指 这家贫 这伙手听军状 都称他做听头 因此上下人等 顺口也都换作听头 正是 肖和质欲 为秦力 韩信曾管 执己郎 祸区龙堂 接运会 难而出处 又何尝 话分两头 却说 葛令宫 机械众多 显宅院狭窄 叫人向了地行 在东南角望地上 另创个衙门 极其红利 现一年内 勿要完工 每日拆听头去点 闸两次 时值清明佳节 家家侍女踏青 处处游人玩井 葛令宫吩咐 设宴月云楼上 这个楼是眼周城中 最高之处 葛令宫引着一班机械 登楼晚上 原来 令宫机械虽多 其中只有一人出色 名曰弄猪儿 那弄猪儿生得如何 目如秋水 眉似远山 小口樱桃 细腰杨柳 腰艳不属太真 轻盈盛如飞燕 荒衣仙女临凡事 西子难为纵不如 葛令宫 葛令宫十分宠爱 日则是测 夜则专房 宅院中称为猪娘 这一日同在月云楼 饮酒作乐 那身徒太在心腹点闸了人公 到楼前回话 令宫换他上楼 把金莲花巨杯 赏他三杯美酒 身徒太吃了 拜谢令宫赏赐 起在一边 忽然抬头 见令宫身边立个美妾 名谋好尺 光艳照人 心中暗想 世上怎有嫩般好女子 莫非天上降下来的神仙吗 那身徒太正当壮年暮色之计 况且不曾娶妻 平溪间也曾听的人说 令宫有个美妻 叫做猪娘 十分颜色 只恨难得见面 今番见了这出色的人物 料想是他了 不觉三魂飘荡 七魄飞扬 一对眼睛光 设定在这女子身上 真个是观之不足 看之有余 不提防葛令宫有话问他 叫道 听透 这工程几时可玩 呀 神徒太 神徒太 问你工程几时可玩 连连换了几声 全部答应 自古道心无二用 原来神徒太 一心对着那女子身上 出神去了 这便呼唤都不听得 也不知吩咐的是甚话 各令宫看见身徒太 目不转睛 以知其意 笑了一笑 便叫撤了言席 也不叫唤他 也不说破他出来 却说服侍的众军校 看见令宫 叫呼不应 倒替他捏两把汗 幸得令宫不加称责 正不知什么意思 少不得学与神徒太知道 神徒太听罢大惊 想到 我这条性命 只在早晚必然难保 整整愁了一夜 正是 是非只为闲聊拨 烦恼皆因不老成 到次日 令宫声听理事 神徒太远远站着 头也不敢抬起 扒得散衙 这日就无事了 一连数日 神思恍惚 坐卧不安 葛令宫晓得他心下幽黄 倒把几句好言语安慰他 又拆他往新府 专管崔都工程 遣他闸去 神徒太离了令宫左右 分明拾了性命一般 才得三分安稳 又怕令宫在这场差事内 寻他罪罚 到底有些疑虑 十分小心勤紧 早夜督工 不辞辛苦 忽一日 葛令宫折鱼后许高 来替身徒太回崖 身徒太闻之 又是一番惊恐 战战兢兢地离了新府 到衙门内参见 并道 承恩相呼唤 有何差事 葛令宫道 主上在家寨失利 堂兵分道入寇 李存张引兵 侵犯山东境界 现有本地告急文书到来 我带出师聚敌 引账下无人 要你同去 身徒太道 恩相君旨 小人敢不遵依 令宫吩咐假账库内 取熟童盔甲一副 赏了身徒太 身徒太败谢了 心中一喜一忧 喜的是跟令宫出去 正好立功 忧得怕有小小差池 令宫记其钱过 一并治罪 正是 青龙白虎同行 吉凶全然未保 据说葛令宫 捡兵选将 即日兴师 真个是 惊奇避天 锣鼓阵地 一行来到谭城 唐将李存章 正代功成 闻得眼周大兵将道 先站住 狼牙山高富去处 大小下了三个寨 葛州兵道 减失了地形 倒退三十里屯渣 以防冲突 一连四五日挑战 李存章 老手债诈 止不招架 到第七日 葛州大军拔债都起 只比李家大债诺战 李存章早做准备 在山前结成方阵 四面迎敌 阵中埋伏着弓箭手 但去冲阵的都被射回 葛令公亲自引兵 阵前看了一回 见杭列齐整 如山不动 探道 人传李存章 博襄大战 今观此阵 果大将之才也 这个方阵 一名九宫八卦阵 昔日吴王府差 与晋宫会于皇池 用此阵以取胜 须后其倦怠 阵脚烧乱 方可承之 不然实难公矣 当下出令 吩咐严阵相持 不许妄动 看看身排时分 葛令公见军士们 又饥又渴 渐渐立脚不定 欲带退军 又怕唐兵成胜追赶 愁愁不绝 忽见身徒太在旁 便问道 听头 你有何高见 身徒太道 举太余意 彼君虽整 然以我君彼夺 必然一般疲困 常得亡命勇士庶人 出其不义 及持覆敌 倘得陷入其阵 大君济之 数可成功耳 令公俯其背道 我素之辱骁勇 能为我献此阵负 身徒太 即便抄刀上马 叫一声 有志气的 快跟我来破贼 仗前并无一人答应 身徒太也不回顾 竟望敌军奔去 隔州大京 急领重将 亲出阵前接应 只见身徒太 一匹马一把刀 马不停蹄 刀不停手 马不停蹄 急如电闪 刀不停手 快若风轮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杀入阵中去了 原来对阵堂兵 初时看见 一人一计 不将他为意 谁知身徒太 拼命而来 这把刀 神出鬼没 遇着他的 就如砍瓜切菜一般 往来阵中 如入无人之境 恰好遇着先锋 沈祥 只一河 斩于马下 跳下马来 割了手机 副飞身上马 杀出阵来 无人拦挡 隔州大军已到 身徒太大呼道 唐军阵乱意 要杀贼的快来 说吧 将手机 抛于隔州马前 翻身 副杀入队阵去了 各州将另其一招 大军义其并立 长驱而尽 唐军大乱 李存章 禁压不住 只得鞭马先走 唐兵被梁家 杀得七零八落 走得快的 逃了性命 劣迟慢些 就为沙场之鬼 李存章唐朝名将 这一阵杀得大败亏输 望风而顿 弃下气泻马匹 不计其数 梁家大获全胜 格林宫对身徒太道 今日破敌 接入一人之功 身徒太叩头道 小人有何本事 接掌令公虎威尔 令公大喜 一面写表 伸奏朝廷 传令 犒赏三军 休息他三日 第四日 班师回眼周去 果然是 喜思思 边敲金邓响 笑吟吟 其唱 凯歌回 却说 葛令公回衙 众士妾 罗拜称贺 令公笑道 为将者 出师破贼 自是本分尝试 何足为喜 指着弄朱尔 对众妾说道 你们众人 只该贺他的喜 众妾道 相公今日破敌 保全地方 朝廷必有恩赏 凡是金质的 君寿其荣 为何只是 朱娘之喜 令公道 此番出师 权窥帐下一人 力战成功 无物仇赏他 欲将此机赠予为妻 他终身有托 岂不可喜 弄朱尔试着平日宠爱 还不信是真 待笑地说道 相公休得取笑 令公道 我生平不做戏言 已曾取库上六十万钱 替你聚办资装去了 只今晚便在西房独宿 不敢老你是酒 弄朱尔听罢大惊 不觉泪如雨下 贵禀道 见妾自视金质 累年以来未曾得罪 今一旦弃之他人 见妾有死而已 决难从命 令公大笑道 吃妮子 我非目时 岂与你无情 但前日月云楼 饮宴之时 我见此人目不转睛 晓得他钟情愚辱 此人少年未娶 心力大功 非辱不足以快其一耳 弄朱尔扯住令公一昧 撒娇撒吃 千不肯万不肯 只事不肯从命 令公道 今日之事也由不得你 做人的气 强似做人的妾 此人将来功名 不弱于我 乃辱福分当然 我又不曾误你 何须悲怨 叫仲妾 扶起朱娘 莫要啼哭 仲妾为平时 朱娘有专房之宠 满肚子恨她 巴不得念她出去 今日闻此消息 郑重其怀 一拥上前 拖拖拽拽 扶她到西房去 着实窝伴她 劝解她 弄朱尔此时也 无可奈何 想着令公英雄性子 在儿女头上 不十分留恋 叹了口气 只得罢了 从此日为始 令公美业 轮勤两名姬妾 陪朱娘西房 艳素 再不要她相见 优师为证 昔日专房宠 今朝赵建西 非官晴太博 有孔动晴痴 再说 身途太子 谭成回后 口不言公 秉过令公 依旧在心府 都宫去了 这日 工程报完 恰好库立 已来秉道 六十万钱资装 具已背下 扶起君子 令公道 全且记下 秉以府后取用 一面吩咐阴阳生 则个吉日 何家迁在心府住居 独留下弄猪耳 及丫鬟养娘数十人 酷立奉了军帖 将六十万钱资装 都搬来旧衙门内 摆设得齐齐整整 花堆锦簇 众人都疑道 令公留着旧衙门 做外宅 故此重新摆设 谁知其中旧礼 这日 身屠太同志一班余后 正在心府生热庆贺 令公独唤身屠太上前 说道 谭成之功九位屠报 文汝尚未娶妻 小妾颇宫颜色 特奉赠为配 博有资装都在旧府 今日是上级之日 便可旧笔成亲 就把这宅院 盼于你夫妻居住 身屠太听德 倒下得面如土色 不住地磕头 只道得个不敢二字 哪里还说得出什么话 令公又道 大丈夫义气相许 头颅可断 何况一切 我主张已定 修得推阻 身屠太物字谦让 令公吩咐种鱼后 替他披红插花 随般乐公 奏动古乐 众余后喝道 身屠太 拜谢了令公 身屠太恰似梦里一般 拜了几拜 不由自身做主 众人拥他出府上马 阅人引导而去 直到旧府 只见旧时一般直听的军状 预先领了军旨 都来参业 前听后堂 寻花结彩 丫鬟养娘等 引出新人交拜 古月喧天 做起花竹筵席 身屠太定睛看时 那女子正是月云楼中所见 当时直到是天上神仙煞时出现 因为贪看她颜色 仙心获其大祸 丧了性命 谁知今日等闲间 做了百年眷属 岂非侥幸 进到内宅 只见器用共掌 渐渐心 瑟瑟背 分明钻入锦绣窝中 好生过意不去 当晚就在西房安置 夫妻欢喜 自不必说 此日 双双两口都到心府 拜谢葛令宫 令宫吩咐挂了回避牌 不孝相见 刚才转身回去 不多时 门上报道 令宫自来了 申徒太慌忙迎着码头 下跪迎接 戈令宫下马扶起 直至厅上 令宫捧出告身一道 请申徒太 为参谋之职 原来那时做镇使的 都请得有空头告身 但是军中何用官员 随他填写取用 然后奏文朝廷 无有不一 况且申徒太 已有功绩申奏去了 朝廷自然幽露的 令宫叫取官代 与申徒太换了 以礼相接 自此 申徒太 喜落了听头二字 感谢令宫不尽 一日与魂家闲话 问及令宫平日嫩般宠爱 如何割舍得下 弄朱儿续起月云楼 目不转惊之语 令宫说你钟情于切 特地割爱相赠 申徒太听罢 才晓得令宫体系人情 众贤青涩 任大丈夫之所为也 这一节传出 军中都知道了 每一个人不夸扬令宫人德 都愿替他出力尽死 中令宫之事 人心悦福 地方安静 后人有失赞云 众贤青涩 故今夕 返怨为恩 是更奇 世界眼周公不看 黄金台上 有名机 中留意 中国人不夸扬令宫人十分 ago